哈嘍各位好歡迎來到安迪的遊戲頻道 今天各位帶來的是天梯觀戰 我們今天來帶來的是 什麼勒德里蘇丹對上瑪莉的一場比賽 啊一樣嗎現在瑪莉 勝率非常的強勢 那德里蘇丹呢有又是一個 控制上還有玩法上都比較複雜的一個文明 勝率雖然不到墊底啊但也不是說特別的高 不過德里蘇丹的系統是非常的特殊 所以我們今天再來帶一場這個德里蘇丹的比賽各位欣賞 啊現在德里蘇丹我們來看一下 這次開局他是怎麼做選擇 一開始武村先伐木 然後拉一村過來把魔方跟防射給點了 接下來就是把村民給拉滿然後直接過來這邊採薑果 那我自己的話呢也會優先先採薑果 這個理由如果你之前有看過我頻道講過的話 就是我有講過就是因為薑果這東西在外面被攻擊的話比較難防守 所以加上德里蘇丹本來就是吃薑果的文明 那就變成是我選擇先吃薑果的好處到時候如果被騷擾了 我可以再把羊拉回來市政中心吃 就會相對比較安全 然後再來就是一樣前期先把清真寺給建起來 因為早期的科技還是要先研發 通常會先研發高效生產然後再研發這個前程 然後前程跑到一半以上之後差不多進封建 然後點神聖思想 差不多都應該都是這個流程啊就是高效生產一定會先點 因為他可以讓這個學者進出在軍事建築裡面提高生產效率 這邊全部建造完之後所有村民拉過來這邊 然後配比的話我們看一下八村 八村柴果 你看這果子因為柴果文明嗎 這果子都有加成 剩下出來的村民就開 可以採礦營地然後開始 採金礦就這樣子了 所以蘇丹前期的 呃流程大概就這樣 那有些人可能會選擇要再多補一個伐木伐木場 因為他還有50的木頭可能會補個伐木場先研究那個科技也可以 好不好也可以 那瑪莉呢 這個開局我在猜他這場有可能還是會玩先先那個什麼 先先登史詩不是 史詩駐軍的流程哦 因為瑪莉這個打法到現在看到 就是我自己在天地上看到的比賽 瑪莉大部分都是這麼玩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啦 因為這場比賽我沒有特別的先看過 就是看了一下他們的對戰的一個簡簡報而已 就覺得這應該是值得來跟各位介紹的一場比賽 對我不太我沒有先看過全部 我不知道他這場會用什麼戰術 有很多 做這個播報 就是轉播的時候 我有時候不會 那麼多時間先看過 但 會 大概分析一下他們兩邊對局的一些分數的起伏變化 去判斷這對 這不是值得我們來看一下 那 德里蘇丹也 不是很常找到他比賽 雖然我比較想要輪流不同文明找 這個對戰 難得可以再看到一個德里蘇丹 我們就再來帶一下好不好 OK 德里蘇丹這邊把 八個 食物補好之後 然後補到三個黃金礦 剩下出來 這村民就造了伐木 然後先點下林業開始研發 就開始配這個 村民到伐木場了 全市人中心出來的村民看一下再配到哪裡 金礦 OK 那德里蘇丹這邊已經開始造他的勝利之塔了 沒錯 現在勝利之塔跟圓頂建築的話 目前還是圓頂建築稍微多一點 不過勝利塔還是蠻多人會去做選用的 有他的影響範圍內 就是他的影響力範圍影響力範圍內的建築 可以讓他的攻擊速度提升20% 這讓他在打封建時代的時候是非常的有有利 你看這一場馬力 跟上次的那一局對戰一樣 就我們之前有做過的馬力對戰 這邊一樣開下是薩哈拉貿易網路 現在 現在這個馬力前期 選這個的建築的機率又大幅的提升了 因為他可以很好的防守自己的 這個市政範圍 看著 霧天礦虛光靠一個貿易網路 這個 拉拉貿易網路就可以防守下來 現在馬力看起來也蠻多 漸漸的看到蠻多 馬力會去選擇這個建築啊 就這個地標 OK 那就差不多德里蘇丹 前期的流程應該帶到這邊應該差不多 因為後來的村民 拉了四村去採勝利塔 去蓋勝利塔 然後出來就是補到木頭這邊 補到木頭這邊去 就是法木 那黃金的話一樣是殘留三個 這邊開下第二個清真寺 喔對了這為什麼要開第二個清真寺呢 因為 你蓋勝利塔的話 為什麼圓頂建築還是比較多人選擇的原因 就是你蓋勝利塔 你不能升學者 為什麼不能升學者 因為你升到封建之後 你要研發神聖思想 你要卡一個清真寺 喔 等一下這音樂 那如果你不蓋另一個清真寺 你就不能升學者 所以如果你要開勝利塔 你就要在中間補一個清真寺 這是為什麼他一開始要 這麼早期的派這麼多 村民去法木的原因 那你這樣第二個清真寺就可以去升學者 然後一部分你可以加速自己的科技 那最大一就是 你可以有一個建築 空出來去升學者 還蠻重要的 那再看一下瑪莉這邊 瑪莉的話開下了馬就 有可能會升一些 早期的機動力量去騷擾 這邊的話倒是開下了養牛場 滿早期的開了一個養牛場 他這邊就一開始有先造了魔方 因為牛的話 後來好像又nerf了一下 上次有一個版本把牛變成便宜之後 很多瑪莉的玩家也會拿牛直接就 用黃金換食物把它吃掉 現在又把它的效益往下降了 所以這次 這一位選手 這個玩家 就選擇 到這個養牛場把牛給養起來 慢慢的生產這個食物 那一樣看到德里 現在已經開始點上神聖思想了 鐵匠鋪也點下去 目前 點了兩個鐵匠鋪 這也是德里一個比較常見的 封建封建的一個套路 就是他會升雙鐵匠鋪 讓他還可以雙升科技 比較省時間 你看你就想你一個要 假如2分26秒 你照兩個就要1分13秒 就好了 等於是減少一半的科技 建造時間 我是這樣換算 但你說 這兩個科技是分開的 如果 基本上你大部分都還是會 研發遠方 跟遠攻 遠攻或進攻 所以都還是非常有效益的 瑪莉 先出了鎖把騎手 這也是封建時代就能出的單位 鎖把騎手也是正在出 鎖把騎手在封建時代出來 雖然不及其他 類似皇家騎士之類的 強度 但他還是很煩 而且他又比較便宜 所以鎖把騎手的數量又會比較多 這要看一下德里這邊要怎麼反制 應該還好 因為德里有勝利塔 他有勝利塔的話 這裡有沒有吃到 吃到那個影響力 影響範圍內生產的建築 反正總之他這邊出來的單位 他因為本來就要打封建 所以 他升那個長槍兵 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 他本來就要打封建 德里不打封建也是少見 直接升城堡的話 對他沒有任何的好處 那瑪莉這邊已經開到了三個養牛場了 這感覺也沒有要早期的去升城堡了 感覺這個瑪莉知道 打德里也不能這麼爽爽的升上去 而且他這個建築布局 第三時代應該是要選擇那個地標了 叫什麼名字我來看一下 呃叫做 布拉尼大圍欄 附近的牛可以每分鐘提供20的食物 那應該會造這個建築 你看他這個養牛場蓋成這個形狀 就是要把地標造在中間 ok ok 這邊出來一樣受到這個勝利之塔的 強化效果 這邊看起來都有吃到那個 那個 學者影響力 這應該是範圍應該是變成 真的是全地圖了 不管你知道在哪裡 這勝利塔你只要蓋了之後建築 不管你蓋在什麼地方 應該都吃得到這個效果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出來的勝利塔 是直接加20%的工作 好了稍微的比較方便 你說這個真的有強化到很多 不過也倒還好 因為本來他最早版本是加15%的攻速 他現在是變加20% 可是那很早版本就有了 只是最早版本你要再 把步兵移動到他旁邊才可以吃到效果 他現在看起來就是 你不管在哪邊好像都可以吃到這個效果 就是稍微的便利一點 建築的那個 建設的調配上就不用那麼的 標專就是一定要蓋在附近之類 ok 看到德里前期的軍隊 來到了2000分的價值 一樣是這個強兵跟弓箭手的組合 而且前期德里還會有 學者一起加入戰鬥當中 非常難纏 那瑪麗也沒有要跟他打後期了 瑪麗這時候沒有要直接衝城堡 他覺得這風險挺高的確實也是 所以看到瑪麗這邊是立刻拉下了 牧牆把前線的聖地都給拉起來了 這前期牧牆拉的還是算蠻快的 而且這個牧區這樣拉真的蠻難纏的 這算很好拉拉 你看這幾片牆都把他封起來了 德里現在是轉戰到中間的聖地 好這個是下方的聖地 這聖地站得很近 欸這張地圖也太爽了 這兩個聖地超近的 德里直接在這邊就佔了兩個聖地 而且立刻就拉步兵去把圍牆也圍起來 瑪麗的部隊也是往前壓這邊出了 工兵配鎖把起手的一個組合 抓到一隻學者150黃金 斷 看一下那個 村民配比我看一下 德里的話是大部分配在木頭上 然後少量配在石 瑪麗的話也有在採黃金喔 然後食物的話真的是瘋狂在養牛欸 因為他用黃金去換牛 然後就直接開養牛場 直接養滿 記得他可以養幾隻來一隻阿 我又忘記他可以養幾隻 我記得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上限我查 我看一下阿 呃瑪麗的話等一下我看一下 我確認一下 我有點忘記他那個上限是多少 微蘭有一個上限 嗯 路天空養牛場 他這沒寫 每分鐘可以產28個 28個食物啦 然後 奧里萱他這個模式就沒辦法確認他可以 上限到多少 忘記是20還是21 還是還是什麼其他數字我也忘了 總之就是這樣 反正不能一直無限養下去阿 如果能無限養養下去的話就有點太強了 看一下這裡鎖把棘手 好中路這邊干擾了一下得理的步兵 等一下這邊沒有 這邊是可以進來的喔 那這個城牆封的就尷尬 那就要對拼中路囉 看一下馬力這裡 工兵其實也不少 彈盾軍隊的數量來講 得理這邊還是 還是蠻有優勢的 三千八的分數 而且 基本上得理把所有的單位都拉到 上方這邊來 所以這個軍隊的實力來講 還是得理這邊更勝一仇 還有學者在後面可以補血 強度差太多了 然後馬力這邊雖然是盡力在阻止得理搶勝地 但成效有限阿 那大概就阻止這一個勝地吧 但是這邊也拉了一個收費少戰防守 至少可以讓一個勝地不會落入得理的手中 也不太容易讓得理去贏得這個 人勝利阿 看一下果然選擇的是我們的 複拉尼大圍欄可以再增加這個圍欄的效果 3 3 1 2 3 4 5 6 6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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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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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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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9 有種強迫症的感覺 有一陣子沒看到瑪莉出這個大圍欄的 都忘記那個牛到底可以養幾隻 而且還蠻少看到瑪莉會 在現在這個版本這個時間點去養牛 我覺得也沒有到弱啦 你看他食物現在也是蠻爽的 他只派了五個村民在採肉 你看瑪莉五個村民採肉 可是他卻有一千億的食物進帳 你看德里這邊派了十六個村民採肉 才六百多而已 瑪莉的被動收入還是蠻可怕的 那瑪莉這邊選擇的部隊是老練功 再加上鎖打騎手而止 而且老練功兵現在是對上得理的一般工兵 所以還被感覺要被壓回去了那種感覺 因為部隊數量好像還是蠻有落差的 不過壓贏了一個時代應該多多少少 還是能比較有優勢吧 老練功兵這邊也沒有打算要撤退了 拉幾個手打騎手往前 結果發現德里的部隊實在太多了 我想大聲刺責 但實在太多了 4800分的德里 德里真的不能放給他 放給他發展 但是你又很難說怎麼樣去壓制他 因為德里跟你打封箭的時候 你不擋他也不行 你擋不好德里又很強 所以到底德里是很弱還是很強的文明 各位就自己看著辦 主要是德里在城堡初期以前 確實比較薄弱 而且瑪莉這個打法也沒有真的全力在跟德里打封箭 他其實也是一邊封 封住德里在 就是搶聖地的速度之外 一邊也是要上城堡時代 這個 瑪莉還是以這個深城為主 這邊再開一個露天礦區 有三個露天礦區的經紀人 好瑪莉這裡 瑪莉這裡村民都 跑去哪了 他有 53個村民應該沒跑傷吧 ok 都配在黃金跟木頭上 他食物已經是零了 他沒有任何的 村民在採黃金 採食物 但他食物的進帳還是有一千 瑪莉可以升黃金又可以升食物有多少 那大圍蘭地標升上去真的還不錯 這感覺是陽宮 放了一個老練工兵在這邊拆牆壁 然後德里到這裡要做防守 德里也開始搬聖物 結果後方拉了一批老練的手把騎手到後方來 想要騷擾 看起來成效應該還好 因為德里也開始爆兵 德里也開始混一些裝甲步兵 勝利塔一樣可以提供他20%的攻速加成 所以現在德里的軍隊到城堡時代之後依然非常強勢 身上帶著 英格蘭的城堡網路 這種感覺 攻擊速度提升20%還是很不錯 他這邊要繞進去看一下有沒有村民可以殺 中路的話看到德里是直接拉下大型箭塔 我只能說這張地圖中間這個聖地靠在一起真的很爽 讓德里這邊是非常的開心 一個大型箭塔就可以守兩個聖地 而且他不順便把這聖地踩了 這邊就要趕緊再把聖地踩回來 壓力又落到了馬力這邊 好不過這里了 所把騎手進來還是有殺到一些東西的 稍微一點點東西 馬力眼看中間大型箭塔拉起來了 看沒有什麼機會了 要轉正到下方嗎 這邊把部隊往中路突破 因為這張地圖這有一個高地 大型箭塔拉在這邊你看這裡還有木槍 木頭 這邊有一個木區 所以你在這邊會看不到上面 你知道嗎非常的麻煩 我只能這樣講 在高地 四代在高地上面拉城堡 這視野是看不到的 他有一個樹林在這邊遮蔽 大型箭塔是非常的麻煩 所以馬力這邊是選擇中路直接突破的 導電手把洗手直接衝了上來 帶領個大量的導電工兵 而且點了毒箭喔 這場比賽原本想要介紹德里的 但是馬力這場比賽讓我比較 然後當成他的封面 有可能我們到時候封面應該會是馬力為止 因為這個毒箭 我一直覺得這個毒箭是很值得開發的東西 希望接下來有馬力的玩家可以去好好開發這個毒箭 這個毒箭打出的效果其實也是很不錯的 瞬間打出去之後 他是 毒箭效果是 可以造成額外3的傷害持續6 每一秒扣3 應該是這樣 而且你每一個疊上去之後他就會一直扣血 他會持續一直受到傷害 然後你能持續一直攻擊的話 那個堆疊出來的 傷害其實也是蠻高的 不過你要給弓箭手有足夠的時間 戰裝輸出 分數目前馬力是3800領先 工程所 在拉了 應該看到德里這邊有大量的弓箭手 配幾台投資車是一個很不錯的方案 而且 這個聖地感覺也快要納入德里的手中了 德里又開始在聖地旁邊去造大型箭塔 這超級 超級麻煩 來看一下這些主箭弓箭手能不能發揮效果 好久好久沒看到馬力出這個東西了 看起來裝甲部隊 哇真的前面要有比較多的電檔 不然你看這弓箭手 大傷效益 對裝甲單位 雖然是高很多的 但有裝甲單位還是會拖延很多時間 看來這個弓箭目前 還是很難快速的突破德里的裝甲步兵 的組合 而且再加上德里這邊有這個聖地獅塔的加成 這一波沒有前線電檔的話 看起來打不太進去 而且 瑪莉是一直在出索法棋手 也沒有不行啊 因為德里現在是確實也是出裝甲部兵 索法棋手也是可以當不錯的電檔 但這個大型箭塔拉起來 對瑪莉來講不是個好消息 非常的難以對付 尤其是這種 剛剛講過的這個地圖 把那個戰戶開起來應該知道了 你看這裡 這高地兩個樹林 這你可能要派赤猴過來開開個光 反正你連身巨頭都沒辦法丟 那你巨頭放在這邊你沒有視野 你也沒辦法往上丟 非常麻煩 天啊 德里又又搞了這一招 我們已經看到好幾場 德里都是戰勝地之後 拉大型箭塔 對 每次被德里這樣搞的時候就非常的心痛 到底要到底要怎麼搞 所以瑪莉也是在後方繼續積累他的部隊 不過其實也是因為可能我帶的比賽 剛好都是德里 要帶德里 所以德里的打法看起來都比較兇 我們之後還是會看到很多不同的比賽 阿 不會讓德里就感覺好像 好像真的怎麼那麼強 對沒有現在瑪莉的勝率真的蠻高的 還有蒙古 好蒙古勝率也很高 德里這邊的部隊組成是箭塔像 還有裝部 母兵 還有大量學者的學者 大堆 而且德里越打他的科技會越來越高喔 他所有省下來的科技費用都會轉成他的軍隊 這邊開始拆瑪莉的路天礦區 瑪莉這邊還在積累他的單位嗎 瑪莉這時候沒有第一時間的衝出來防守 他覺得路線礦區先送你沒有關係 因為瑪莉現在資源慘了 應該是比德里好很多的 你看瑪莉這裡 一千五 這邊剛才也有一千 這邊也有一千 瑪莉整體的資源收益非常的高 而且他有七十村了 現在繞了一批鎖法騎手在後方 一樣是要去偷這個德里的後方 這很重要阿 前線如果有點難拼的時候 去干擾對方攻擊還蠻重要的 討練的木手把迪戰士配合毒箭弓箭手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波組合行不行 不行阿 太多人了 其實你們要想喔原本 弓箭手打裝甲單位沒辦法打這麼快的阿 其實毒箭還是傷害很高的 這後面有兩台投資車 這裡德里有沒有辦法守住 而且這個毒箭打大象也會非常的有力 但可惜德里的軍隊看起來還是比較多的 這軍箭手沒有電擋路的話 輸出時間還是不夠 德里這邊學者補起來還是蠻流氓的 因為他有分了一批鎖法騎手 你看 瑪莉這個手打其手其實有要過來騷擾對手 所以他其實有一部分的軍隊的價值都存在這個後方 但希望這邊可以造成足量的傷害 他這裡 德里家裡的村民也是被殺了一個 1788 看來也是殺了蠻多 你看 村民的話 瑪莉這邊是殺了25隻喔 但是村民是領先很多的 分數瑪莉現在5000分 是直接贏1000分喔 這毒箭的後面輸出效果好像還不錯 打到防守戰之後這個毒箭看起來還蠻型的 持久戰打下去毒箭能造成的殺傷真的蠻高的 你看這個學者 毒死你了 而且 德里家裡的麻煩還沒有解除 這些手把洗手還在他家裡逛街 欸欸欸欸 那村民又開始逃竄了 德里的坦能開始急速的往下掉 來看一下 我這個投資車 Holy shit 沒有發現嗎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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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 趕快 趕快移開 還好有弩炮 還好有弩炮 弩炮 弩炮在的話 德里的投資車不敢造勢 這12隻手把騎手算是創造了很高的價值喔 殺了30 那邊已經累積殺了34個德里的村民了 這個讓德里家裡失火的 非常嚴重 但是神聖勝利還有五分五十秒而已啊 哎呦 瑪麗這裡分數其實是很高的 那整個軍隊 剛剛那個軍隊 這樣子換過去 把那個德里也是殺了蠻多的單位了 就是他軍隊也是被摧毀蠻多的 分數經濟都比較高 就是他主要是瑪麗經濟現在蠻好的 被動收入還是讓瑪麗在這場對戰中有充充充足的資源可以生下大量的單位 但德里這前面前面的公司還沒有沒有暫停 而且德里現在其實專心防守他也可以 他要進攻也可以 那德里打得非常的 就是主動權都在他身上 現在有神聖勝利的壓力在瑪麗會比較麻煩 他必須要搶時間趕緊進攻 可是德里的話也可以進攻也可以防守 這邊可能是瑪麗這邊怎麼辦 這邊德里又再次發起了一波進攻 軍隊數量雖然不多 但也是會干擾瑪麗的一些判斷的 這索拉騎手竟然拉回來了 他沒有繼續在德里家裡騷擾嗎 所以這邊看起來有把一些資源外移啊 炒亮資源有在外移 而且瑪麗有露天空區的話 其實就會比較有兵器的餘域 但像這個地方被踩完沒有蓋到露天空區 是不是就沒了 這露天空區直接不見了 下方的話德里 瑪麗在蓋大型劍塔 但被德里抓到了 這個大型劍塔好像蓋不起來 臭理修 瑪麗這裡有點虧 沒關係我們瑪麗再次發起進攻 分數已經是差到兩千多分 瑪麗現在分數是贏德里兩千多分 可是這大型劍塔沒有工程兵器的話 有點難推吧 這要扛著嗎 瑪麗這邊決定要扛著大型劍塔殺傷對方 手法起手 雖然現在看瑪麗數量是滿多的 但這個頂著大型劍塔還是滿傷的 那方的瑪麗部隊 弩炮也是到達前線的 立刻點下 點掉對方的頭子車 這裡弓箭手就 稍微的 沒有那麼大的壓力 這點戰相會很快 你看 毒箭 點 弩炮不會中毒 還好 想穿弩炮會不會中毒 會不會 這弩炮這劍塔這樣死的 也是非常的快 不見針對裝甲單位的話 都可以讓中箭手原本不能打的目標 倒可以打 但這頂著大型劍塔還是太傷了 德里剩三千八 瑪麗還有五千二 整個聖地剩三分鐘 這德里 真的是 這正面真的是沒有打贏瑪麗 但是他真的搶著一個先機 然後死命的守住這個聖地 而且瑪麗也不太可能 你看上面這裡 德里把十強拉起來了 這版本十強已經是 多了五點石頭的消耗了 但還是很好用 他已經 官方已經把十強的造價往上提升了 但他還是很好用 這個時候你看他把這十強拉起來 是一樣可以 瑪麗現在 軍隊價值已經是反超德里了 但是 這個勝利 怎麼辦呢 剩下兩分鐘 剩下兩分鐘代表瑪麗只剩下最後一次攻擊的timing 他只剩最後一次攻擊的機會 他沒有時間在考慮任何的 任何的戰術進攻 只能仰賴這一波 德里也是要守好這一波 德里 要直接衝出來嗎 不好吧 德里守好就好了 我覺得根本就沒差 而且這個勝利在後面 這個還有步槍要燒 他只要把軍隊守好 哇這頭子車 躺在這邊 真的 這窄口 很難打 這張 這場地 這場地形真的讓 真的讓瑪麗吃大便到死了 有 有 這裡 你看這整塞在窄口 德里這邊 軍隊 看起來是有點快打不過 可是因為有大型箭塔 卡在這邊的關係 其實好像也還能守住啊 兩台巨頭要拆大型箭塔 也是要拆很久 這可能 德里拉個村民到前面修一下 都可以再撐死那邊 剩下一分鐘 我覺得 應該有點困難 我們看一下瑪麗 在那邊創造什麼奇蹟 我覺得奇蹟應該是沒了 應該燒木牆的時間都不夠一分鐘 德里這個被他狗活到現在 你看這 德里殺了三萬三千分 瑪麗殺了兩萬八 因為在 頂在這個大型箭塔下面打的太少了 可惜阿瑪麗 瑪麗這 這場真的毒箭 然後又用這個 養牛場的打法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這個聖地 這麼雕關的位置 我覺得瑪麗應該是不至於 會輸掉才對 打回來應該 就沒什麼希望 結果最後 瑪麗依然是沒有辦法 反敗 對 輸掉這場比賽 感謝各位 看到這邊記得點贊支持一下 4D54的比賽 那 想來各位 還有很多人喜歡看的話 我們還是會繼續做 就我阿 我還是會繼續做 所以不要忘記點贊多支持多留言喔 當比賽的話呢 帶一場德里蘇丹給各位看 雖然可能近期 好像蠻常看到德里蘇丹的 但我覺得 難得看到德里蘇丹就想帶一下 而且你們也看到好多德里蘇丹都是這樣玩的 這就是德里現在標準玩法啦 就戰勝地 蓋大型劍塔 真的非常的麻煩 尤其像這種地圖你看還有樹林掩護自己 然後木槍拉一拉 這聖地壓力都在對手身上 10分鐘有很久嗎 我覺得也沒有到很久 算是也蠻快的 神聖勝利蠻可怕的 你們只是看不到最後是神聖勝利而已 因為通常對手知道打不贏也就跳了 所以 不太會看到真的拿到神聖勝利 那這場瑪莉被動收入也是非常驚人喔 他其實是 食物跟黃金都不缺 可惜就是這個地形對瑪莉來講真的太刁鑽了 他騷擾也騷擾得很成功 其實德里 嗯 嗯 中期開始他的軍力都已經大幅下降 經濟也太開始大幅下降 就是因為地形好地勢好 這樣比賽就 納入勝利的 呃 就是直接拿下勝利了 好啦 今天的比賽就跟各位帶到這邊了 感謝各位收看 我就期待 打次更多是一我四的相關對戰 一樣我們就一樣下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 啊 啊 不要 在這裡